在德國 在歐洲 它是非常有的 在台灣也是非常貴 所以 我以前在這個廠牌以前 代理另外一家公司 那一家公司就是一樣在台中這個市場 我本來有一個經銷山 那三四年了 結果老外我帶他來看 老外就跟他聯絡 他就跟他講我很多塊話 結果說我們台中也不要給你帶 我聽了這個消息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不可思議 雖然是老外 但是一點誠信也沒有 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 我那個時候英文也不會 但是我有認識當地的一個橋領 我就去找他 我就馬上訂機票去過去 我就跟他罵說你怎麼可以這樣 這個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他說我們董事會決定 你來找我這個是不是都沒有用 我說好 我就回來 回來我就找這一家最新最好的 合口最好的 我就跟他講 我有非常好的市場規模 那剛好這一家總代理 他也覺得很奇怪 我以前賣那個廠牌 在歐洲是這個 不是很有名的 那為什麼我在台灣可以賣得這麼好 他這麼好的品牌 他為什麼在台灣賣得這麼差 所以我跟他大概一兩年的交涉 我就拿下他整個聯台灣的總代理 這個也是所謂的賽翁舒馬 也除非人生很多事情你想不到 只要你努力的話 我想很多的效果 很多的這個是不可議情 這個就是在我這樣的一個創業過程裡面 遇到的這個事情 那接下來呢 我就非常順利拿到一些德國非常頂級的東西 像這個東北拉克這個品牌 這個非常 比那個Growheat那個品牌 更特殊更好 品質更好 那這個是 東北拉克 這是他的創辦 他的第二代 他在07年來到台灣 他發現說 哇哇 台灣這麼小的地方 我可以給他開七家店 他覺得真的非常不一樣 所以他在亞洲呢 就開了這個 第二屆的聯會 第一屆是在東京 所以老實說 我們在這個產業 在亞洲 是屈一屈二 假如沒有大陸的介入的話 那就是排第一名第二名 但是現在大概都拉到第三名 那接下來呢 這個是一家按摩一家 那個成立的時間也是相當久 這個 歐洲的公司 這個很特殊 這一家以前是在做駐車 他是在拿破仑的時代 他是在做武器 這已經兩百多人 已經將近這個 接近要三百人 那所以有很多歐洲的這些公司 是非常特別的 那這一家呢 是這個做這個配件 唯一的這個配件 那這個是我大概十年前才開始介入了這個 廚房的這個Kitchen 這個也是Kitchen裡面的老實賴書 非常頂級 非常好 那這個是在2001年 我們高雄的這個Kitchen店的開幕 我在創業呢 我就想說 我要把這個世界最好的東西 引進在高雄 我們希望在南部呢 讓這些老闆 都能夠欣賞到最好的東西 我們希望說 他們蓋出來的這個建築物呢 能夠更特別 不要說什麼都輸給別人 我覺得 或是在台灣這塊土地 不能輸那麼多 所以我這樣 我既然介入這個產業 我就希望把這個世界的一流的東西 引進來 那這個 目前我所代理的這個六大品牌 在亞洲呢 這個也沒有第二位 那一般的國家呢 他頂多代理一個品牌 就是我孝子代理這個產業的六個品牌 那我代理的這個品牌裡面 就在德國的這個商桌呢 他們是經過一些COA的票選 這個裡面有兩家的上榜 入園三十年裡面 這個Bootup這家公司 它是排名地的 你看呢 這些是買巴格的汽車 還有這個Push 還有兩家呢 這個非常精柱的手錶 一個是Aranca 一個是Glaski 這些都是代表德國的精神 那另外這個Don Block 它是排名地的十七年 那代表說 這個我們代理的這些產品裡面 它有很多年這個是非常特別的 非常有名的這個 那接下來呢 稍微跟大家介紹 這個我們前省的這個十幾家的空路 在台北有三家 這台北有三家 那這個在桃園 那這個在新竹 那新竹有兩家 那這個是在台中 我們在荷蘭路那邊有兩家 匯利還有一家這個Kitchen 那這一個我們Kitchen這個店 這個大概在七年前 我們在日本得獎 建築獎 非常有設計獎 那這個是在駕駛 那這個是在台南 台南一樣也有兩家 前後不一樣 那這個就是前年開幕的這個高雄的旗艦店 那就是當初開幕的情況 我們的店皺落在高雄市政府的對面 各位有機會可以在那邊 進來參觀一下 這個店的話呢 非常特別 那我想有一些 朋友像楊總 現在有在上課 有一些學生來 他們說啊這麼貴我們買不起 其實好的東西 不一定是你要帶回家 那這個美術館 你說這麼貴的東西 不一定是要拿到你家 但是我們要懂得人家用了多少努力 去把這個東西做得這麼好 所以 你要知道這個東西會好 不一定是你家 一定會好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我們當初開幕的一個活動 那各位 這全部都是原裝來的 那這樣一個店 要組的也是相當不簡單 整個的這個光線啊 整個的這個動線啊 整個的純色啊 顏色的搭配啊 那剛剛看到幾位老外來 他們都是嚇了一跳 他們想不到在台灣呢 在高雄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非常用心的 非常努力的 把這個 整個展速店做到成了 全世界 這個 UTAB的這個總裁 他當場在這個土地跪下來 其實告訴各位 當初我不知道他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 沒有當初我找不到答案 但是接著一年以後 他到處 我到米蘭啊 到各地方 他說 在台灣 這個UTAB的這個 展天 是世界最好的 我才知道 他當初的這個幾動 真的是被感動 就是 當初第一個時候呢 我沒辦法去想像 國外的CEO 他在這個土地 這裡就跪下來 那這個 我們也接著說 我就想 營造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讓我們所有的人 能夠去欣賞 世界內 最美好的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我當初一個 創業理念 好 接下來跟大家來 好